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洪總你好,我是編號097的駕駛 第一次使用我們的代價服務嗎? 對啊,前天很倒楣被開一張3萬美紅單 但是有跟我說108年7月1號起,酒駕花很大 除了罰錢之外,還會把你的駕照吊銷喔 啊,我早該乖乖使用代價服務的 我看你還很清醒啊 雖然臉紅紅的應該沒有喝很多吧 從警政署的大數據來看,喝的越多,造勢的機率也越高呢 108年的酒駕車禍中,酒測值0.56毫克以上就佔了7乘5 還是不要抱著僥倖的心態比較好 你看看,前面又在連檢落 起地這麼勤,酒駕的人應該變少了吧 從警政署的網站顯示 近6年的資料,不管是取締酒駕,移送法辦,或者是酒駕造勢建術 都是逐年下降的耶 所以你們的生意變好囉 是有比較忙,但是競爭對手也變多了 客人是不是都像我這個年紀啊 沒錯,30到39歲使用的最多,再來是40到49歲 和警聖署的統計是一致的呢 既然酒駕違規變少了,維爾警方還很努力在路口臨檢跟取締呢 你問到重點了,從警政署的資料顯示 雖然酒駕移送法辦的初犯,人數是逐年減少 但是酒駕累犯卻沒有明顯的減少 近6年都維持在12000人左右 這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都是酒後開車的人都覺得下次不會再被抓到 像我前天就是這樣子 沒錯,喝酒後開車的人常常會有僥倖的心態 證為不會一直被抓 聽你這麼說,酒駕房子要有嚇阻力還是要警察的努力 怎麼跟我們公司那些年輕小伙子一樣 一直跟我洗腦要靠大數據 很像他們的行銷手法 你們那些小伙子是內行的 這年代行銷就是要靠大數據才能快速掌握問題的關鍵 097,你反應那麼快,大數據資料分析又很內行 要不要來我們公知工作啊 別開我玩笑了啦,我老闆會生氣喔 光總,你家到了 謝謝你,097,掰掰 我們要看見 呻,不要再生氣活動 走,會不會再生氣活動 再生氣活動 就會對我們開始 反過其他人不良 因此請問你